有些美好的时刻 一生仅有一次 他们应该与您所爱的人分享 当您有一个好的健保计划的时候 将拥有更多美好的时刻 值得庆祝 忠心健保 时刻努力为您的健保提供服务 想您所想 让您能无忧无虑地享受 属于您的精彩健康人生 以您的健康为中心 忠心健保 10月15日至12月7日 为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换期 布林肯抵达以色列与莱特利亚湖会面 斯卡尼斯未能取得足够支持 终以愿以奖表决 毅族押后 敬求彩神德击头奖 奖金南加州幸运而一处独得 乍车藏三藩市领事馆 司机克认为31岁华裔男子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电视新闻 我是关宏鱼 大事小事身边是 星岛远利紧贴事事 今天是美西加州时间10月12日 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 特拉维夫 和以色列的总理 内塔尼亚湖会面 保证美国会支持以色列 布林肯说 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 确保不会再发生跨境的袭击 但是他呼吁以色列 在艰难时刻要保持客制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避免伤害平民 布林肯又证实 以色列的官员向他展示 有关哈马斯残暴的相片和影片 有遇害的婴儿围体布满子弹 士兵被斩首 年轻人在车上或者公路上被烧死 哈马斯发声明指 相片是西方媒体造假 表示他们只针对以色列的军事 系统安全设施 进行攻击 否认杀害平民 或者斩首婴儿的指控 清组织避免伤害平民 有目击者可以作证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阿比就证实 美国将安排暴击 从以色列飞往欧洲 撤离航班 最快将于星期五开始营运 以巴战争持续第六日 以军继续空襲加沙地大 报复哈马斯 以军空襲 职尼亚首都大马斯格国际机场 令到跑道损毁 机场已经停止运作 消息指 相信以色列要破坏伊朗对职尼亚的补给线 以色列组建内阁应对危机 军方表示正准备向加沙发动地面战 但政治领袖未作出决定 以巴冲突造成2,800人的死亡 以军指 年一来有222名以军信席 全部确认身份 家人已经获得死讯 两方面 联邦众议院共和党党内第2号的人物斯卡尼斯 未能说服足够的议员支持他做议长 全院表决继续押后 他在星期三的共和党闭门会议当中 得到113人的提名 但仍然有99人反对 在民主党表示反对的情况下 全院过半之前无望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共和党需要先解决内部的分歧 众议院已经陷入困局 国内外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众议院一旦选出议长之后 需要急切处理援助以色列的问题 政府临时拨款案维持到11月中 2024年财年的预算需要审议 但外界就相信 共和党近年来内斗激烈 能否完成任务令人质疑 无论斯卡尼斯是否当选 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另外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在肯塔基州货车工厂的 8,700名汽车工人 昨晚就开始加入UAW的罢工行动 工厂是福特公司 在全世界规模和利润最大的工厂 UAW工会主席发布声明说 工会已经等待足够长的时间 但未能从福特公司得到公平的合同 UAW今日同斯泰兰蒂斯公司进行谈判 工会主席在早上次发文 暗示将会对相关的公司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Powerball昨晚开奖 头掌一注重派17亿美元 头掌的彩票在南加州小镇 一间便利店售出 今次的Powerball 不单是有史以来第二高的Powerball彩池 也登上史上首次连续两期产生超过10亿元的头掌 而两次的头掌得主是加州 有下诊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新闻 完美的一天不单只要有元气满满的早晨 月好又在产社欢聚一堂 更要有对的健保计划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您不仅享有零付费的医生看诊 听力 牙科 视力 普通药福利 您还可以额外享有集更多中心健保 让您以优惠的价格获得更多的福利 这是一个真正为您着想的计划 您可以放心地把健保交给我们 中心健保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以您的健康为中心 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换期即将结束 大家都知道 是今天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珠哥的挑战 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请你点击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的会员 将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和礼品 分离新闻时间 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曼伦迪池 被控贪腐后 又面临新的指控 他就被控 共谋充当埃及政府的代理人 违反外国代理登记法 提诉书就指出 他在2018年至2022年 同妻子、商业伙伴 共谋代表埃及政府 采取一系列的行动 新指控导致民众要他辞职 他已经拒绝辞职 虽然现阶段 他未受到罢免的压力 但是参选连任将会面临重大的挑战 另外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克尔 呼吁对中国出口晶片等方面 立即采取严格的措施 对象就包括中芯国际和华为 商务部表示 中方反对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发言人何亚东就强调 制裁打压无法阻止中国和企业的发展 顿促美方停止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或者滥用国家的力量 打压中国企业 有报道指出 欧盟就计划 对中国钢铁企业 开展反保级的调查 何亚东表示 欧盟长期对进口钢铁产品 采取各种贸易限制的措施 中方认为 此举扰乱国际贸易的秩序 中国商务部将会继续合理缩减 外资进入负面清单 研究进一步取消 或者放宽外资股权比例的可行性 另外 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被汽车闯入的事件 法医部门就确认被警方开枪击毙的男子是一名31岁的三藩市居民 逆阴姓羊的华裔男子 事发在星期一的下午 涮案男子突然开车 冲入总领事馆签证部 遭到警员开枪 疑犯送院之后不治身亡 有目击者指 一名男子下车的时候 头部流血 曾经大叫 内容跟中国共产党有关 警方未透露详情 未知有多少警员开枪 亦都不清楚犯案的动机 报道引述警方指 疑犯在事发时身上攜带有道具 三藩市的华埠 近期有很多青少年 进入店铺去盗窃 华埠将会举行会议 商家将会和地检署 以及是警察局代表会面 就治安问题展开对话 三藩市地检官邪安宜 警察局局局长施隔 华埠中央警署分局局长 甘谢汉出席会议 多名受影响的华埠商家表示 犯案的小偷有年轻化的迹象 在放学的时间 华埠街头会出现十几岁的青少年 涌入店铺去偷窃 借安而称 聆听各位商家的苦处 会就这些问题制定解决方案 第23届三藩市华埠社区健康同乐日 将于星期六的早上10点至下午3点 在华埠YMCA举行 同乐日将会提供现场的检测 资讯以及讲座 今年的主题就是为健康同心 目的是摆脱因为疫情的隔离 以及其他健康影响 所有社区成员应该互相支持 所有参加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但是建议大家预先报名 可以通过掃描二维码 或者到以下的网址去登记 或者致电金门亚洲妇女服务中心报名 以上就是今晚的所有新闻内容 多谢大家收看 祝各位晚安 我们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